没关系 哥哥给你轻薄 这是签约洞 对啊 没想到这么温馨雅致的 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这几天 可还安好啊 凤鸣山庄的人老让我劈柴 来做一些粗活都快累死了 还是哥哥对我好 哥哥 这好冷啊 你不冷吗 小春花学乖了 知道关心哥哥了 哥哥可别小白友情要多了 哥哥 我身上有一块花瓣的胎记 所以我叫春花 那哥哥叫秋月 身上是不是也有块胎记啊 小春花要是这么好奇的话 不如自己来看 这么淡定 自己上手 看就看呗 你 没关系 哥哥给你轻薄 你 你是我哥哥 这样不好 自家哥哥怕什么 自家哥哥才要有点分寸 哥哥这么疼你 小春花是不是应该帮帮哥哥 小白人很好 对我也很好 我失忆了之后 是小白收留了我 偷心法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正派啊 人很好 如果那小白知道小春花 是我上官秋月的妹妹 你觉得她还会对你好吗 哥哥为什么老要跟他们过不去吗 傻妹妹 我们与正道素来势不两立 偷心法是有风险 如果妹妹不想去呢 也不是不可以 留在千月洞陪我就好了 小白可是我的真命天子 不能见面 那岂不是连日久生情都做不到 既然 哥哥这么需要织心法的话 那我务必是要回凤鸣山庄去试一试了 不过 我可不能保证一定偷得到啊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 小春花放心 哥哥会在暗中保护你 那我现在就回去了 顾星主 送小春花回凤鸣山庄 是 你你放我下来 我要下来 放开 你 我说顾星主 咱们能不能选择一个文雅一点的交通方式 你这样扛着我跟扛马带似的一点都不舒服 春花姑娘 你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 我什么身份啊 我是你们上官洞主的妹妹 顾安安 只是按规矩办事 那我问你啊 我跟上官洞主 真的是一个殿娘生的 顾安安 去给我妹妹找一辆马车 是 尊主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妹妹啊 我的要求又不麻烦 这都不好使啊 的确不是 有可能天娘记错了 春花也可能是秋月的姐姐 这是千月洞 对啊 没想到这么温馨雅致的 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这几天 可还安好啊 凤鸣山庄的人老让我劈柴 做一些粗活都快累死了 还是哥哥对我好 哥哥 这好冷啊 你不冷吗 小春花学乖了 知道关心哥哥了 哥哥可别小白友情要多了 哥哥 我身上有一块花瓣的胎记 所以我叫春花 那哥哥叫秋月 身上是不是也有块胎记啊 小春花要是这么好奇的话 不如自己来看 这么淡定 自己上手 好 看就看呗 没关系 哥哥给你轻薄 你轻薄 你是我哥哥 这样不好 自家哥哥怕什么 自家哥哥才要有点分寸 哥哥这么疼你 小春花 是不是应该帮帮哥哥 小白人很好 对我也很好 我失业了之后 是小白收留了我 偷心法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正派啊 人很好 如果那小白知道小春花 是我上官秋月的妹妹 你觉得她还会对你好吗 哥哥为什么老要跟他们过不去吗 傻妹妹 我们与正道素来势不两立 偷心法是有风险 如果妹妹不想去呢 也不是不可以 留在千月洞陪我就好了 小白可是我的真命天子 不能见面 那岂不是连日久生情都做不到 好 既然哥哥这么需要织心法的话 那我务必是要回凤鸣山庄去试一试了 不过 我可不能保证一定偷得到啊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 小春花放心 哥哥会在暗中保护你 那我现在就回去了 顾星主 送小春花回凤鸣山庄 是 好 好 坏 好 太太太 是 好 好 好